接受害者有人當時是前往面試 有人是去上班 那麼因為事發當時正值通勤時間 新北市勞工局清查之後表示 其中有13個人有投保勞保 所以他們將會主動的協助死傷者 向勞保局提出通勤直在認定 假如認定通過 一個人可發給1萬到20萬不等的未住金 另外4位罹難者 可以獲得台北捷運旅客責任 閒理賠 每個人400萬